Hello各位大美人你还好吗 今天我们来聊聊2023年Spring VIB Sale 除了底妆之外 我心目中值得推荐的好的美妆产品 那我们就现在开始吧 首先我要说的是防晒类的产品 因为夏天就马上到了 我推荐的防晒产品有三款 那我推荐的第一款就是Sale的这个 Sunweiser Radiant Moisturizing Face Ice Cream SPF35 它的主要的成分是维他命C和玻尿酸 还有这个Zinc Oxide 它是百分之百矿物质Zinc Oxide 那它的氧化芯的成分是15% 那我们知道这个氧化芯浓度越高 它的防晒效果就是越好 这款它是类似一个Skin Tint 它在上妆之前打底用是非常非常棒的 它可以和你的粉底完全的贴合 粘住你的粉底 而且它会让你的脸非常的保湿 然后它也不会搓泥 会让你的底妆微微透出肌肤的光泽感 这个防晒是我整个冬天都在用的 我觉得它冬天非常的适合 如果是生活在潮湿地区的小伙伴 我觉得夏天就不太适合 但是就是如果生活在比较干燥地区的 像我生活在加州 它即使是夏天 但是它也是很干 那夏天我也会继续用这一款 第二款防晒成品是 Dr. Dennis Gross Skin Care 这个Alphysical Lightweight Rental Defense 这款是SPF30 那你看它的标题就是一个 它是一个非常轻薄的粉底液 然后它是不会让你的脸干 也不会有细纹啊 干纹啊 那这款防晒是一个完全物理的防晒 它的成分也是氧化芯 同时它也加了维他命C和维他命E 最后一个主要成分是沙吉 它可以去对抗你的 Sun Damage UV Exposure 然后去保护你的皮肤 通常来说氧化芯的浓度越高越好 那它的氧化芯的比例达到16% 这款Sense Cream给我的感觉就是 它非常非常的轻薄 它就像一个质地非常轻薄的面霜 涂在脸上完全没有压力 我觉得油脊也可以用 而且除了薄之外 它又非常的保湿 它吸收很好 我今天推荐的这三款防晒类产品 它都是可以上粉底液的 完全不会和你的粉底搓泥啊打架啊 这都不会 因为它有一个保湿的功效 上在脸上过了几分钟 它就这个白度就会慢慢的消失 然后溶润的皮肤 因为这款是一个anti-aging的一个防晒霜 所以它是比较滋润的 我觉得当一个粉底的primer 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那最后一个防晒类的产品 就是这个Drunk Elfant Umbra Shear Fiscal Daily Defense SPF 30 这款你看我都用完了 它的评价虽然说是三星 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防晒功能 这三款里面最好的 来看一下它的成分 它的成分 氧化新可以达到百分之二十 通常来说氧化新达到百分之二十 才能起到一个对防晒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它这个质地就是非常的厚重 它的质地有点像 推开呢 它我挤得有点多 它推开呢就比较白 我推荐这款Drunk Elfant的防晒霜的原因是 如果你要想出去到度假啊 到海边玩啊 我觉得这款非常的合适 像我非常不喜欢戴帽子或衝衫 你又想把自己的皮肤啊来到海边 就尽可能把它晒黑啊 你看我现在就白回来了 那我只想在脸部做一个防晒 身体又不想防晒 我也不想打伞 所以我就在脸上厚涂 它就可以起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晒的功能 虽然说它质地很厚重 然后又很白 但是它确实起到了一个很好的防晒的作用 说完防晒 那下一个推荐的类目就是 concealer 我只选了一样产品 就是Charlotte Tilbury的这一款 Beautiful Skin Radiant Concealer 那这款售价是33美金 我的色号是2.5 fair 但是我觉得这个色号对我来说是稍微的白了一点 我觉得我如果再买的话 我会选择3.5号 2.5和3.5都是一个yellow undertone 但是我觉得这个呢 就相比来说比较白一点 我觉得这个色号比较适合黄衣白的朋友 就是皮肤真的是白如雪的那种肤色 会涂起来比较自然一点 它的黄调没有很重 所以有非常好的提亮效果 那你看看这个highlight ingredients 那它是一款非常creamy的skin like medium to full coverage 一款concealer 它可以持妆达到16小时以上 我觉得它这款 我觉得这个concealer的持妆效果还好 OK 但它的妆感是非常好看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radiant,glowin,natural,medium coverage这种妆效 那它就是一个可以给我一款这样妆效的一款concealer 它的主要成分也是haloenic acid 然后还有烟纤胺 然后还有维他命C 所以通常来说我喜欢的这种都含有额尿酸的成分 那它在眼下就真的可以做到一个保湿不会太显肝纹的一个状态 我真的很怕眼下有肝纹 因为眼部肌肤本来就是非常脆弱的 它需要保持在一个非常滋润的状态 如果你给它一个非常 嗯 all you control的一个concealer 我的眼睛是吃不消 那如果你害怕同样眼睛有细纹 你可以试试这一款 下一个也是面部类底妆产品 散粉定妆粉 一个是Pen McGrath的这个眼部定妆粉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NARS的Price Setting Powder 这款应该是大家非常熟悉的 那我之所以选这两个定妆产品的原因是 它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轻薄 有用过这两款定妆粉的朋友应该都知道 我一般不太会用粉饼类的底妆产品 所以呢在夏天我只需要一个定妆 但是我不喜欢散粉定妆粉 有它自己的颜色 它会覆盖住我原有底妆的一个texture 这两款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而且它非常非常的轻薄 它的粉质应该和一缕烟差不多 只不过它把一缕烟压成了粉饼的状态 它的粉质超级无底细 如果它做成一个散粉的状态 不是粉饼的状态 我相信它就真的是一缕烟 就一缕白烟 它们既能符合我定妆的要求 又不会破坏我的底妆 这个我非常的满意 那Penbergast这个定妆粉 34美金 它的选择就比较多 它有四个颜色可以选 夏天的话 你想把自己弄的tain一点 你就可以选比较深一点的颜色 那NARS一款正常的size的售价是40美金 那mini size的20美金 我的是mini size 我觉得mini size就完全足够我用了 NARS也有不同的颜色 但是我觉得PET的比较深的颜色 更适合我妞占一点 接下来呢就是修容和这个bronzer 那我选的产品是 修容类呢 我选了makeup by Mario的这一个 这个是棒棒的 我的色号是light medium 我觉得这个色号对我来说 超级好 如果你想要一个欧美的妆容 在夏天 辣妹的那种 这种脸部明暗对比非常强烈的 我非常推荐你可以试试这一款 它的质地就是一个 超级creamy的一个质地 不要看我涂的有点多 这样看比较深 但是你擦下去一点 我把它晕开来一下 它就非常好融入肌肤 而且是非常漂亮的古铜色 你看微微的光泽感 非常的自然 它不会让脸部干 真的超级美 我选的这个四号就是稍微有一点深 这一款它是一个cool tone的 一个endertone 我觉得这一款做counter非常非常的好 它不见得是一个非常好的bronzer 但它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counter 下一款就是这个nars的laguna的高板高状板 这一款真是超级无敌好用 我的色号是laguna01 超级creamy battery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我今天用的就是这个 014号适合fair和light skin tone的都完全没有问题 如果是300以上的朋友 我觉得要选了counter2号 300以下的朋友可以选择这一款 真的是就是完全融入你的底妆 无缝接轨 看 然后上边 可以给我的脸部一个很好的一个温度 暖度 这种明暗对比 真的非常的推荐 这款的售代是38美金 那01是一个中性的endertone 02也是一个中性的 03就是一个worm的 那我觉得01和02非常适合我们亚洲人 接下来呢就是腮红的两样传品 一个是tover28 一个是valentino的这一款腮红 那首先说这款tover28这一个 我的色号是rush hour 这款真的是饱和度很高 看 我觉得作为一个高状类的腮红 它最重要的评判它好不好的因素 就是它的暈染程度好不好 那这款tover28的腮红 它既暈染能力又很好 而且它同时呢 它的显色度也超级好 并且它是20美金 它没有超过20美金 打完折就超级无敌划算 那在这个打折期间 我觉得我自己也会选几个颜色 再试一下 这个是一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个产品 那我自己想再试一下这个magic hour sankist rosy nude 听起来不错诶 golden hour也不错 也是一个sankist orange 非常适合夏天 哇 每样看起来都不错 下一个腮红就是这个valentino的腮红 我的颜色是三号吧 是三号吗 哦对 我的颜色是三号 哦 这个 它是一个cool tone的颜色 它是一个两用的腮红 它既可以当一个眼影 又可以当腮红 啊 这款售价是52美金 不便宜耶 我这款有做过测评 这个颜色是一个非常好的cool dusty pink 它里面有闪度 有稍微有一点金色偏光 像这种有亮度的腮红 如果是质量稍微差一点的 带这种shin啊 shimmer的腮红 打在这个颧骨上 会有一点显 皮肤粗糙啊 有毛孔啊 但是这个完全不会 超级无敌美 而且它质地非常creamy 你看 超级好晕染的 完全没有这种斑驳啊 色块结在一起 虽然说它的价格贵了一点 但它真的很美 而且它的颜色选择 哦 已经有两个断货了 其他颜色我觉得也很美 我会尝试一下其他颜色 真的是无敌爆炸 真的是无敌好看 非常的高级的质感 我没有在骗人的 谁骗人是一大傻子 我今天使用的就是这款腮红 看 在我们黄皮上完全没有压力 很高级 就是它的光泽会跟着你的脸部移动而移动 非常有生命的一个腮红 说完腮红 那接下来看就是高光 登登登登 House Lives by Lady Gaga的高光 你看我有多爱这个高光 我入了三个颜色 这个真的是我本年度最爱 我毫无吝啬 我对它的夸赞 我要 吹爆它 这么好的高光 怎么没人说呢 看 这也太美了吧 它是一个带偏光的一个高光 第一次呢只入了一个颜色 就是这个颜色 这三个颜色都非常的好看 它有这个冷掉的粉色 它是Rose Quartz 真的很美 首先说一下我本人不是很喜欢那种高光 就是一上巨量 无敌量 然后把你的皮肤的Texture都盖住了 我没有非常爱那种质地的 我喜欢的高光是 它的Shimmer 一定要非常非常非常的小 并且它不会盖住我皮肤原有的质地 它会提亮我的肤色 我不喜欢那种假亮 就是一块这边高点凸在这边 白白的亮亮的 那我不喜欢 我喜欢高光跟着我的移动 它能展现出不同的Dimension 看 我的皮肤有多亮 而且这个Fumler是Gel Fumler 它不会让我这个脸部的这个位置非常干 因为这个位置接近我的眼下 如果用到非常干的一个highlighter 它会让我这边细纹完全显现 但是这个是一个Gel的质地 它完全不会显我的眼周的一个细纹 而且看它这个光泽 它是一个有主见的highlighter 它知道怎么能给皮肤一个非常自然的一个glowy 怎么能这么美呢 这感觉就是一个腮红和一个高光的一个结合体 天啊 这个颜色是Fire Apple 真的是超级无敌美 如果本年都让我选一个highlighter 那我肯定选这个 真的真的非常的美 没有办法描述它的美 下面终于到了眼妆的产品 首先是眉毛吧 我只推荐一个就是这个Urban Decay的Brow Blade 这个是一个双头的 这个眉笔我已经回购了四五次了 真的是很好用 而且在打折的期间非常的划算 现在市民上随便一个眉笔 它有一头固态的就可能就要20块以上了 那它这个双头的是28块 我觉得性价比还是OK的 打折期间我就会吞一下 Urban Decay自己网站上也会经常打折有7.5折 但是它一定要达到75块以上才包优 不然自己付运费的话 那个折扣相当于就是没有 所以斯富兰打折的时候呢 我觉得如果你需要一根啊一样的产品 我觉得就可以在斯富兰下单 比较划算 眼影我推荐的第一款就是这个KVD Beauty的 Dazzle Vegan Longwear Eyeshadow Stick 它有五个颜色 这款真的是无敌闪到爆 真的很闪 真的很闪 它是一个金属版的牛郎 它不带有牛郎的shimmer那种闪度 而且它的底色是带有金属感的 真的是非常的漂亮 不知道为什么没有人去讨论这个产品呢 这个产品真的很美 这是我之前入的 然后这次呢我又下单了另外一个颜色 我这个颜色是Flashstorm 我另外购入了这个Hail Surge 已经在路上了 那另外一个颜色是比较浅的一点的香槟色 真的是超级无敌闪 并且亮 今天的眼妆也是用KVD的这款画的 真的是很闪 我只用一个很basic的一个大地色打底 然后用这个铺在上面就闪到爆炸 第二个推荐的眼影呢 就是Natasha Didona 的小盘 我觉得小盘的性价比真的是无敌高 打折之后更高 像大盘呢有很多颜色都是比较相近的 我觉得只是涂深涂浅的区别 像这种小盘这个是最近的一盘 我觉得它的粉质啊都是很好的 看看超级显色 所以对我来说小盘的性价比会非常的高 大家可以选选看有没有自己喜欢的颜色 最后一个推荐的眼影就是Urban Decay 的单色眼影 我发现这个颜色 这个颜色是Freebird 它的这个颜色和最新出的Chanel的颜色 这个紫色非常的相近 不是百分之百相近 但它的质地是百分之九十的相似 看这两个颜色真的非常的相似 Chanel这个比较偏粉偏红一点 这个就是比较偏紫调 蓝调更多一点 这两个颜色都是意大利产 所以难怪非常相似 这个Urban Decay 的眼影是以客树取胜的 好吃又大碗 今天斯芙兰春季的VIPC 我先分享到这里 那还有什么我需要分享的话 我会和大家再补充 希望大家理性消费 毕竟只有自己懂得自己最适合什么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你有一点点帮助 那我们下次再见 Bye by bwd6